這個二宮一康年 這個五島在創建的時候 民進黨有生一個高郎小祖 扶植市長和核酸人的鐵名 這個高郎小祖第三位設置 第一邊在開尾時 這個蔡英文主席叫電話 叫我出來外面聽 他跟蘇晨聰當我叫電話給他 說他現在要去保安宮 全補參選台北市長 這個我二次開場後 只要剛才蘇晨聰的人吳秉瑞在發現 他說蘇晨聰要選台北市長 火車已經開出來了 開不開回來 所以這裡請問大家 如果說你做董主席 剛才這種情形的時候 你要去照董主席的規定 觸發那個沒收尾器的人 還是要去補提名 所以這裡問說 你們如果做董主席 有一個主流儲略的事情 你明白嗎 吳榮毅先生請回答時間兩分半鐘 我想這個問題回答很簡單 如果有董主席就叫董主席來做 因為這個特別是說要市長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可以說自己要怎麼做 所以董主席如果有規定就叫這樣來做 因為這也是譬如說 以後我們所有的民進黨 其他事情 等到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我們也有聽到說 這個很多花費 草地費這個基站 也有很多人對很多事情 這個包括 我們的董 來出分 你怎麼做 這個天館怎麼做 並不照幾乎來 都看 看人 看派學 或是看相靠有發言館 這些都總是對我們董 一種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很清楚 我們的董中裡面 有很清楚規定 這就不可以說 這還可以 沒關係 又訂特約 這樣我們這個董 這個團體 我們要怎麼維持 所以我們做董主席 有關這種 有明白規定 你該違反 該怎麼處理 這個我們就要照樣 照樣來走 如果沒有就 就來這個董中來修改 這樣整個 這個特殊道法徒行維持 所以你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 看什麼 什麼情侯 你自己做什麼 出發 這我感覺說 這要就要照那個來 所以 你這個其實 我講是原來講 比較長一筆 但是回答就是 照 整個機來走 這樣以後到 發動 讓我們的董 來繼續 來推動 謝謝 謝謝 石鑫良先生 請回答 時間兩分半鐘 這副委員 這種問題 其實是很困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我做董主席 遇到這件事 他所謂的太重要 在董來 如果說 隨開讀 隨按照董中的處理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我修憲一定好好跟他討論 好跟他講 好跟他講 如果真的希望說 用厲害的分析 讓他知道 說這樣做 是對你不理 對董不理 你真的又哭你一敗 又好來 不只我自己這樣做 我也發動說 董來大陸 像說 郭神聖 像說 郭主席 丹主席 郭主席 郭主席 他的老朋友 真的董來賺背 好好跟他講 就是說 董要寄一切努力 來處理這種事情 先說服 先好好講 但是我們董的立場 董中立場 絕對不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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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認為 董不可能為了說 這個人就改董中 所以我認為這點是非常清楚 但是 應該先經過一切努力 一切努力 包括 所有董來對 所有有影響的人 好好跟他討論 好好跟他講 包括金主也好好跟他講 說你這樣做 你這個董主可能完全失敗 老實說 這樣 完全扛勤 這樣用各種方法 來扣 讓他講 所有的人都可以遵守董的規定 最好按照董的規定 來去行事 這是我這樣處理 但是我主席 我是一定用這種方法去處理 別說誰開讀 誰上的動機 誰上的動機 來決定 我絕對不會這樣處理 謝謝 蘇萬志先生請回答 時間兩分半鐘 我想 我也記得 韓主席說過一句話 他說 大衛不可求 大衛不可求 請求 韓主席 一四人的志願就是要選總統 但是 他可是很早就說 大衛不可求 可是他還是很認真求 我想這就是人 我想 這個人生哲學很重要 能夠沒有一個程度 其實人生哲學很重要 我真同意說 大衛不可求 我個人 譬如說我個人 在台北做律師 後來回南部 我回南部選立委 選管長 那時候我都很清楚就說 我就回到故鄉 為了這些浴世的鄉親和母 不算代價 對北部好順 沒有在算代價 沒有在計算 這 立委選了 管長選了 的時候 我就 很多人放我去選立委 但是我 我都跟他說 台灣現在的問題 不是一個立委 台灣的問題是中國的問題 中國對台灣的名文的影響問題 所以我們要用心來處理這個 所以我就出國去研究 中國對台灣的未來 要來引領的策略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人生態度 就是說 有時候你對未來 你要去規劃 往往不是你可以規劃 所以在這種座位裡面 真的是需要團隊 因為我們民進黨要重返北台灣 不是個人要怎麼去決定 就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這個政黨 要怎麼條件 在北台灣 可以去保持這些 所謂的年輕人 吸引整個北台灣 對整個民進黨的認同 除了年輕人以外 我們的經濟政策 過去我們的經濟政策 沒有很明顯 我們要怎麼推出 能夠讓北台灣人信任的經濟政策 我們這個中國政策 要怎麼比較誤實 就是說 動的經濟的標準 這很重要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說 像孫英長 我們孫英長這個人材 我感覺說 來選東諸社會很可惜 怎麼很可惜 它面臨很多問題 像這次郭西亞做代理東諸社 看伴了多少頭症的事情 所謂這個東諸社會是動慶劑 替我們要選2016的總統候選人 動慶劑 做這個東諸社會 對比來選2016 不一定優利 蘇貞昌先生請回答 時間兩分半鐘 照剛才說這個標準 今天站在台北上 這裡要參選東諸社的人 在那位定期以前 標示參選的議員 都要開獨當作的款 其實標示議員跟政策參選 那是兩回數 我相信大家如果再開獨當時的進行 我們黨都高雄 台南都很早 竟過初選 但是另外三都相當困難 所以大家在看誰來選 我很感謝大家對我 台北館政策 有向我堅定 對我有很多欲勞 對我這樣說選台北館長 就是新北市長 可以有勝算 但是我當時說 我就跟他們做過兩次 如果要選 我就不要再擔心北市去選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最困難的修多台北市 我標示這個議員 在保安宮是標示議員 後來經過 要跟兩高二歲 東諸雄 在五歲 正式通過東諸雄 中諸雄 中諸雄 正式政調 這個過程 是黨經國聽習 這個也在三天前 我們的修家傳秘書長 在中諸雄 正式再一次 來在那裡選佈 讓大家知道 我看 不要這樣用 無政客 來攻擊 來佩洞 有很多 實在是五歲 總是 我們看到 後來 我們董在五度 那個氣勢 整個爬起來 本來都以為 五度能選到三個就好 到最後我們都是五時全上 我們也看到台北市 因為我這樣認真拚 整個氣氛押起來 你看到最後 連勝雲中選的時 連戰選的就是 郝龍斌的衣服 連勝雲 他們沒有價值投票 也都在為郝龍斌 實在說 如果不是那種選字 五度選情 選的結果 都不一樣 也因為台北市的這麼高 台北市的議員 也加黨選很多人 現在也有市議員在做 我相信 大家做的來打拚 大家都為董行 照董的聽說 做的